再来看是2022台北市长角力 外传立委吴思瑶在一场春酒上 提到想继续跟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一直当同事 结果蒋万安竟然不甘示弱的说 那你到北市府 让吴思瑶赶紧回说 我会去北市府找陈时中市长 让首都市长之争是烟消畏不言而喻 而蒋万安今天又和潜在对手黄珊珊出席同场活动了 两个人几乎没有互动 一见到副市长黄珊珊 国民党立委蒋万安立刻起身打招呼 两位台北市长热门人选再度同场跑塌 这简单的寒暄就是唯一互动 彼此座位硬是隔了好几个人 莫非是在刻意保持距离 尤其蒋万安日前接下北市街舞协会理事长 黄珊珊也主动和疫情会密切接触 都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自文化 颇有获别苗头一威 他们来找到我 跟我说他们希望能够成立协会 能够把街舞这个运动能够持续推广 我当一元二十一年 如果是现在才接触 那我就太逊了 大家想太多了好吗 谢谢 不要每天都在选举啦 拜托 这是在暗奉对手经验值还太浅吗 还要外界别多想恐怕很难 因为角力早就在小地方展开 蒋万安八号和绿营对手陈时中同桌用餐时 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的这一席话意外带出 弄弄烟消 我会挺过罢免我要留在立法院跟蒋万安委员当同事 我们在同一桌 那我很讶异哦 蒋万安立委他回我一句 好啊那你到市政府来找我 我说我会到市政府去找陈时中陈市长 他当下也是微笑 可以看出蒋万安立委 他对于争取市长这个位置的一个急切 跟他的企图 没有了没这个 其实现场非常热闹 那大家就互相彼此寒暄 随着首都市长之争白热化 蓝绿白台面下酒粒 越加耐人寻味 记者临时导彭玉珍台北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